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2日晚上,似乎有了答案,就在中国足协公布国足集训23人球员名单后,一个全的新国家男足集训训练营也开张了,沈祥福成为了营长,这个大营足足有55名球员被征调,韦施豪、何超、廖立生、李帅这些曾经入选国足的年轻精英球员,或者说国足后辈人才全部入围,看来网间传言李皮 明年1月率队参加完亚洲杯,后离职的消息不是没有道理,李皮的国足在本月两场热身赛后,11月还有两场热身赛,随后中超结束后全员将备占最后的亚洲杯,而最后的成绩现在谁也无法预料,很显然成绩不好的概率相当大,如果李皮赛后果然离去, 而这批老运动员,很多已经30多岁,无论如何也不可能成为下届世界杯的主力了,所以足鞋成立了55人的大集中营,很可能是出于这个考虑,因为到时候可能不仅仅是群龙无首的问题了,可是这个大营的集中时间受到了很多非议, 因为他的起始时间是在联赛U23球员新正期,即10月1日至本赛季中超,中甲集足鞋杯赛事结束为止,这就彻底让U23球员新正,成为了一纸空谈,很多球队再也不用上U23球员了,因为球员彻底没了,而有的球队还要上,有的成了两个,有的还得上一个,中超中甲瞬间成了算术体,不但算自己,还要算对手, 中超中甲赛场的出场球员一片大乱,因为实际上,本来二个政策到现在就在互相打脸,为什么要成立这个男足国家集训训练营,现在也没人出来解释,反正就是成立了,要人你救的给,原来是强迫你上场,现在你把人给我我帮你练,沈祥不带队,一群老陈辅助,徐良都当上了训练员,北京中克国安的投资人周金辉,是第一个救责, 他认为这是违背足球自然规律的,也许周金辉还不知道,从1994年足球职业化改革以来,这种违背足球规律的事情还少吗?这几年中国足球赌的就是李皮,可李皮拿着足够的年薪不想再玩了,那以后中国足球怎么办呢? 现在唯一的办法,看来也就是搞个55人的大集中营练了,最少声势浩大啊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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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明镜与点栏目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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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